今天小编又为大家带来一部美国科幻剧情冒险电影火星救援 好了话不多说了 咱们快来看电影吧 电影的开头 地球上的人类运用高科技 给太空运输了一批物资 然后还派出了一支火星探险队 男主角麦克这个时候出场了 他正在火星上探测土壤 这个时候在地球上的气象源短范围就说 火星上即将会迎来一场超级大的风暴 这一次风暴差点把探险队用来撤离的火箭吹翻了 这威力不敢想象啊 所以探险队的人赶紧全部转移到了火箭内部 要是火箭被吹没了 我们还咋回地球啊 麦克的脚刚要踏上火箭的时候 火星的风暴突然吹了过来 然后就把他给吹跑了 坐在控制室里的阿花 觉得麦克应该必死无疑了 就赶紧召集其他的队员 然后发射火箭回到了地球 男主角被吹到了火星的沙漠里面 躺了几天后 自己把眼睛给睁开了 这是大乱不死必有后福啊 他的腹部被垃圾给刺伤了 他忍着疼痛回到了火星基地 用镊子把垃圾从腹部给夹了出来 疗伤解除后 他坐在机器旁边看到 基地的通信设备已经被大风给吹没了 所以他现在只能靠自己活下去了 麦克开始研究 如何在火星上从火下去 他发现 已留下来的食物是完全不够他吃的 于是他去马桶里面 把之前储存的金克拉给全部挖了出来 又拿出从地球上带过来的马铃薯种子 一番工作后 他成功地种出了马铃薯 他看着仪器上显示出来了一个位置 那个位置由人类很早以前来火星的时候留下来的探测器 开着车出去一趟以后 探测器就被他拿回到了基地 电充满后 他终于跟地球上的队员取得了联系 只是迫不担心 麦克在火星上的设备 突然发生了大爆炸 马铃薯全给炸没了 地球上的总部怕他饿死了 就用火箭给他送了点东西上去 结果火箭可能是自己不合格 飞在空中就自己自焚了 不要紧 我们多的是火箭 这个炸了我们换一个 地球上的总部联系麦克 让他把电动车改装一下 然后去往更远的地方 找原来人类一溜在火星上的撤离火箭 找了半天才找到了那一艘撤离火箭 但是因为它的重量太大了 没有办法和派出的宇宙飞船接轨 所以麦克把上面那些多余的东西 都给扔掉了 重量的确是减轻不少 但是这质量早看着 有点让人害怕呢 总部控制好了火箭 然后就让它发射了 火箭直接奔向太空 麦克因为冲击力太大 混了过去 派来接麦克的太空飞船 比火箭的速度快得太多 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轨 阿花只能坐着太空飞椅 去救麦克 但是还是离得太远了 这个时候昏迷的麦克想了过来 他机智地在自己的宇航服上面 戳了一个洞 然后利用喷发出去的气体 跑到了阿花那里 但是两人面对面滑过去了 还好麦克抓住了太空飞椅的绳索 最后 耗时几年的救援终于成功了 麦克也顺利地回到了地球上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哦 3 3 5 5 5